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矩阵和矩阵之间的加减法的一个运算 要知道做矩阵和矩阵的加减法 它其实有一个前置的要求 这个要求呢就是 矩阵必须具有相同的尺寸 也指的是矩阵的行和列必须相等 那么这时候他们所运算出来的结果呢 也是具有相同尺寸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 只是需要在第一个矩阵中去加上 或者减去第二个矩阵里面所对应的值 好那么我们看看像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第一个矩阵A11A12A21A22 是一个二乘二的一个矩阵 加上B 那么B呢也必然是二乘二 否则它就不能做了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元素相加 像在这个左上角 也就是说第一行第一列 这个啊 那么它的值呢就应该是A11加B11 第一行第二列就是A12加B12 同理呢下面也是这样 好那么这个呢是矩阵和矩阵的加减法的运算 来我们直接进Jupiter里面看一个实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就是矩阵加矩阵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matrix A 那么它的值呢是123456是两行三列啊 我们直接这样写看上去呢会就比较舒服一点 就知道行和列区分的比较明显 好然后matrix B呢 然后呢它的值是这个样子啊 也是两行三列 如果做一个二者的相加 那么我们其实就知道是相当于是每一个元素和它对应的另外一个矩阵的这个元素做一个相加 那这个结果呢其实也就是说除了5这个位置啊会变成10啊 其他的地方呢都会变成0 刚刚底消掉了 好我们执行看一下 好这个结果呢确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描述的一样啊 在这个第二行啊中间这个位置它会变成10 因为都是相加的结果啊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矩阵跟矩阵的乘法 实际上啊矩阵跟矩阵的乘法呢是有两种相乘 一种呢是叫点层 还有一种呢是叫叉层 那这个呢它的层的规则呢其实相差的比较远 我们先来看一个点层 那么它的结果呢也被称之为点击 那矩阵和矩阵如果要做点层的运算 其实是要求呢矩阵是具有相同的尺寸的 这个和前面我们说的矩阵相加减呢 其实是一样的要求 而出来的结果 那么实际上也是什么呢 矩阵各个对应元素进行相乘 那整体来说就是矩阵和矩阵之间的这个点层的 这样的一个规则和前面矩阵和矩阵的加减没有区别 那么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点层 点层呢我们在后面讲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会讲到 但实际上就是用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矩阵和矩阵之间的一个差层 这个呢也是缺省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两个矩阵相乘通常指的就是差层 矩阵它差层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运算公式 指的是什么呢 就矩阵差层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它的这个能做差层的前置条件是这样 要求的是第一个矩阵的列的数量 就比如说我们A这个矩阵 它的总共是有三列 必须和第二个矩阵 也就是B这个矩阵的行要相等 这样子才可以将两个矩阵进行相乘 而结果矩阵呢是什么呢 是与第一个矩阵具有相同的行 和第二个矩阵具有相同的列 读起来是不是很拗口 那么我们还是按公式来 以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矩阵A乘以矩阵B 这个乘指的是X乘 那么它的前置要求就是A的列 那在我们这里下呢 计程的是M乘N 也就是这个N 一定是要等于B的行 也就是这个N 这两者必须相等 然后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矩阵C 那么它的行和列呢 就是A矩阵的行乘上B矩阵的列 也就是M呢 去乘以B矩阵的这个列K 也就是说A是M乘N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它能和B呢 它能和B呢是N乘以K的矩阵 进行相乘 结果呢是M乘以K这样的一个矩阵 是不是很麻烦 而这个呢 只是说了它相乘的前置条件 和它的这个结果的形 它实际上呢 处理起来运算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大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首先是这样做 就是我们要去计算结果C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元素 用的是矩阵A第一行的第一个元素 先去乘以一个第二个矩阵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元素 这是先做了一个 那么得到的是这个值 但是注意了还没有完 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然后要用到这个第一行的第二个元素 去乘以B的第二行的第一个元素 然后呢得到的结果呢是这个值 它们要相加起来 然后呢再去用什么呢 第一行的第三个元素 去乘以矩阵B的第三行的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A13去乘以B13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把A矩阵第一行所有的元素 和B矩阵第一列所有的元素都做了一个相乘 然后呢把他们的结果相加计算出来的核 作为结果C的第一行第一列的这个结果 这个讲起来是不是比较复杂 但是我这样画一下 可能你们还是能够理解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结果矩阵里面的第一行的第二个元素 是怎么来的呢 它既然是第一行 那么实际上呢也还是用A矩阵的第一行的所有元素 去跟谁去参加运算呢 它是第二列 所以要跟B的第二列所有的元素去参加运算 那么这个运算的规则跟刚才的基本类似 先去算A11乘以一个B12得到一个结果 要加上谁呢 A12乘以呢B2啊 得到一个结果 再加上A13乘以一个B33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相加起来就能得到结果C矩阵的第一行第二列 那么也就是说你想算C里面的 比如说Di行的D阶列的就是Ci阶这个值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用什么呢 用A里面的Di行的所有的元素 去乘以B里面D阶列的所有的元素 这个呢就是IX啊 总共看有多少个乘以B的什么呢 B的这个Y阶列 那么我们知道既然要完全匹配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求这个X啊 跟Y的值必须相等 就个数啊 必须相等 因为他们要一一匹配 这也就是要求A的列必须等于B的行 好 然后类似的 如果我们要去计算 结果C里面的第二行的第一列 那么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那么就要用A的第二行所有的元素 去和B的第一列所有的元素 去做对应的相乘 然后呢把结果加起来 就能得到结果里面第二行第一列 它的元素的值 那么第二行第二列的值 也会要用到A的第二行所有的元素 去乘上B第二列所有的元素 然后呢再把它加起来 这个规则就是这样定的 如果你第一次接触这个规则 可能觉得会比较复杂 有点闹啊 但是呢真正的计算 其实用Python里面的南派 是很方便的就给你自己就解决掉了 你要记住的核心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矩阵啊 它能够相乘或者叫能够插乘的前置条件 就是第一个矩阵 它的形如果是MN的话 那么第二个呢一定是N开头的 因为第一个的列必须等于第二个的行 然后呢NK的话 它们两相乘 得到的结果呢 它的形应该是M行 然后K列啊 把这个记清楚了 就可以了 具体的这个逐步相乘 这么复杂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交给计算机去做 好下面我们直接来看一个运算的例子 好我们来先看一个矩阵层 矩阵的一个点击 这个点击呢 我们说了跟加减操作呢 是一样的 指的是对应位置的数字相乘 那么自然它们的前提条件也一样 两个矩阵行列数必须相等 就它们的shape应该是一样 好我们看这个案例 matrix A 那么定义的是123456 matrix B 那负一的啊 还是这个两个矩阵 然后做这两个相乘的话 我们执行一下结果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呢 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第一个呢是负1呢 因为是1乘以负1 第二等于负4呢 是因为是2乘以负2 是对应位置的两个元素相乘 第三个呢是3乘以负3 等于负9 那么第四个呢是4乘以负4 负16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和加减类似的矩阵相乘 是点击或者我们称为点乘 好然后呢 在我们python里面啊 去做两个矩阵的点乘 注意啦 它的运算符就是乘法的符号 也就是说我们在python里面 两个南派的宿主 如果直接写上一个乘号 那么它指的呢就是点乘 然后这个点乘呢 除了直接用这个乘法运算符以外 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 它也提供给你了 是什么呢是叫multiply啊 这个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用multiply去实现 那么两个参数分别是矩阵A和矩阵B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 它得到的结果呢 和我们直接用乘法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二者操作呢 是等价的都是属于点乘 结果呢都是点击 好这里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点击它是要求两个矩阵的行必须是相等的 如果是不相等是不能够做的啊 会出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A这个例子是三行三列 B这个例子呢是三行两列 好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点乘执行的话 它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报错了 它说这个操作啊不能够在一个三三和一个二三之间 这两个矩阵之间啊做运算 好那我们下面呢再看一下插乘啊 这个插乘的导实际上我觉得是线性代数 或者说是那个我们机器学习里面将两个矩阵相乘啊 默认的这个乘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给的例子呢 第一个matrix A定义的是两行三列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matrix B呢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三行四列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好我们为什么这么定义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矩阵的列是不是等于第二个矩阵的行 只有这样 他们才可以去做矩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插乘 而根据我们前面讲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等于A矩阵的行和B矩阵的列 应该就是两行四列的一个结果 那注意了 这时候如果要去做两个矩阵之间的插乘 我们所用的函数 或者说我们所用的方法啊 是用南派里面的MATMUL 就是matrixMultiply这个缩写 这六个字母啊 注意了是用它来做这个插乘的 那么带着两个参数呢 就是要满足我们前面说的这个A的列 是等于B的行这个前置要求 好我们执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结果确实是这个两行四列的 好然后同学们呢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计算一下 为什么第一个值是等于14 那我这边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 求14的时候 那么它应该是用它的第一行所有的元素 去乘上第二列所有的元素 对应乘 然后再做相加 所以应该是一个1乘以1 然后呢加上2乘以2 再加上3乘以3 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等于14 而第二个元素为什么等于16呢 因为我们这个呢还是第一行第二列 所以呢也是用第一行所有的元素 去乘以第二列所有的元素 然后做相加的和 所以呢这时候是1乘以2 加上2乘以1 再加上3乘以一个4 然后呢这个结果应该就是等于16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元素 为什么是等于10呢 同样还是第一行啊 然后乘以呢第三列所有的 所以呢是1乘3 加上2乘2 加上3乘以1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显然就是等于10的 那么类似的啊 然后第四个元素 第一行第四列的 也是用A的第一行 去和B的第四列 做一个相乘 那么就是1乘4 加上2乘以0 再加上3乘以2 这个结果呢还是等于10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啊 这是我们求出来 这个结果的 为什么第一行是等于这个值 那么第二行的这个值 整个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样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参与运算的 是用A这个矩阵里面的 第二行所有的元素 去和B里面的每一列啊 然后呢分别去乘就行了 好 我这边呢只挑一个啊 比如说为什么 这个是等于28 那么好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要用456去和这边第三列 做相乘 那么也就是4乘以3 加上5乘以2 再加上6乘以1 那么这个等于是12 这个是10 这是6 那么加起来呢就等于28 好 我相信呢 大家有小学毕业的数学基础 这个应该就会算了啊 好 事实上其实我们也不用自己算 我们直接调用南派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就可以搞定这个事情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矩阵和矩阵做插乘 如果它不符合前置要求 也就是说A矩阵的列要等于B矩阵的行 像这个例子 就是A是两行三列 而B呢是两行四列 这个三列不等于它的两行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再执行一下啊 那就会报错啊 它会显示啊 这个呢它们两个呢 形状是不能够对齐的 也就是不能做相关的这个操作的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